大家好,我是LA小皮特 今天7月3日的礼拜三的傍晚6点30分 现在还夕阳夕下了 现在我也是在自家附近的公园 今天我已经拍视频了,已经拍了看看一二三 这个一定是第四套节目 那来这个公园我已经两次,在家里也拍两次 要有看我的视频的话就知道了 我拍视频今天早上说要不要坚持下去 我想来想去,应该是坚持下去的 不过现在之前我开通这个视频的时候是讲移民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另外也是要分享一些怎么拍视频的 一些我自己觉得的一些心得 很多人都想拍视频 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啊,九十后啊 两年后啊,因为他们真的是早上八点钟的太阳 所以他们就接受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拍自媒体啊,这个拍啊,这个可以 真的可以 很好玩啊,可以留下自己一些年轻时候的一些影像啊 还可以跟拍照片留念真的是一样的 就你当你想拍照片,不是每天都要拍,很多人都喜欢自拍照片嘛 那自拍的那东西呢,就是拿着手机啊,对着自己来拍拍拍的 但也很多人呢,觉得呢,拍这个照片呢,他不会动的啊 你拍那个录像是会说话,会有声音,会什么的 那这个呢,就比那个照片呢,更比较直接一点 那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愿意呢,就是说 哎呀,看人家拍视频呢,觉得也很羡慕 所以呢,都想呢,去拍一些节目 但是,但是很,有些呢,就觉得 哎,拍视频确实是怎么个拍法 呃,其实呢,拍视频也很简单 就一台手机,不用说买什么相机之类的啊 就是一台手机,那你到哪里拍了之后呢 但也很多人呢,就是担心 哎呦,为什么,有心里有顾忌 就是我拍的一些东西呢,会不会有人看啊 会怎么样的,或者我拍的不好啊 或者对自己没信心啊,怎么样的 呃,或者我站在镜头面前呢 我觉得怎么不像我啦,还是吧 特别女孩子啊,那那女的 他们都,都会觉得,哎,真是,没办法 我想拍,但是确实 不知怎么个入门法 其实这个东西呢,这拍视频的东西呢 千万不要,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你反正拍的好不好,没所谓的 这个东西,你一切要放得开,放得开 放得开的时候呢,你才会,你才会有你自己施展的空间 大家要知道,这个压力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你一定要 要,要对自己的意料心心啊,对自己要有信心啊 对自己要有信心啊,就是说你拍的好不好 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磨练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说一出声就会讲话 也没有,也没有一声出来就会什么,什么事情都懂 都是,从小孩那时候呢,又慢慢向大人学习 怎么个人家说些什么啊,人家的举止啊,举动啊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模仿的 嗯,同样我做这个自谜题,同样我也看过 已经在前期是要也经常看别人的拍的视频 就,嗯,很多时候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就,其实呢,很多,要是 当然在家里的那个手机是拍不了的 而且确实是你自言自语 不一定是人人都能够自言自语的,这个肯定的 所以你要拍一些呢,就是家庭的录像也好 或者在拍一些风景啊,或者你旅游的时候 你想拍一些节目的时候,那你无从下手 其实这个要是你拍风景的话呢,确实是容易上手 因为你所拍的东西,你不一定是讲什么 你就看什么讲什么,你就对着那些 哦,哎呦,就比如你拍的是树木 哎呦,这个树木挺好看的 要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跟我们 这个城市跟那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 有什么什么,你就说,哎,你有高兴啊 我去旅游了,非常之高兴,哎呀,这个太好了 那你要不是解说的话,你不用说边拍边说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直接拍,这也没什么,反正拍出来呢,你就慢慢的 你拍出来呢,你再用一些电脑或者手机啊,剪接出来 就可以分享出来,就很简单了,所以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喜欢说,我拍的视频一定要去摇摇看 其实自己要是,自己觉得不想公开的话呢,也可以是,可以 因为有些网络,就是那视频网站呢,它可以是有公开的,不然公开的,有些是不公开的 所以你可以拍的东西呢,你可以在下面,你不愿意公开的话呢,你就 私自享用,就是说人家也看不了你了,你只要你自己去看的,是这样的 所以拍视频的,这个就,我觉得拍风情的,你看什么就说什么,就OK的了 就是慢慢慢慢的,你拍的有一段时间的话呢,那基本上都能够OK的了 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这段时间呢,我拍视频的一些心得,而且老师比我了 在这个小公园这边,就比我在家里,分享就比较好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这个外面那个景色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看,会看旁边的那些景色 你就会没有那么说,很执着于自己讲什么 就好像你能够分了神啊,你看我看了这样的,然后你就等于是跟朋友聊天 那就OK一样了,所以这个要是大家想在视频方面呢,拍视频方面呢 有一种,就是也有这个想法的人,就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的那些看别人的视频的时候,下面很多人留言的话呢 很多人确实也想是想拍视频的,但是呢,真的,真的有这个,有很多欲望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呢,都是属于,讲求的是自我个性的一种表现 因为现在年代不一样了,现在特别年轻人,是想,喜欢表现自己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我刚才呢,在车上,我听那个广播,这个粤语台啊,洛杉矶粤语台呢 现在,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网红,吃香喝辣的呢,就引起很多人的妒忌 就为什么,你凭什么你就做网红了,你可以有这么多收入 为什么你也没有这么收入,这种现象是不是好现象,是吧 那因为他做网红了,红了之后,他有很多广告商找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些产品啊 他们说这个产品很好,那很多粉丝就,咦,就会买这种东西 那人家也产生了香叶价值,本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按照理说了,为什么有些人做明星啊,为什么唱这歌 就是说,他开一个演唱会,开一个演唱会 为什么他的收入,就是你一辈子也,也,也没办法那么多收入 就这么这个唱歌,啊,你只要看了表面啊 人家在私下里花了很多功夫练的,是吧 其实都是,当然有很多当了明星啊,或者唱歌人呢 都有一种运气在那里啊,是有,因为很多八卦的新闻都说 哎呀,这个人出道的时候,是有,背后有一个什么人捧他的 嗯,那这也是要,这也要看自己本事了,是吧 有没有人捧你,有没有人把你捧红啊 这个当然是要靠自己的本事的 嗯,也不能够说是,啊,也不能够说,哎呀,人家是怎么样的 所以,刚才我听那个广播啊,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呢,做,做网红也好,怎么样好 他们其实也有压力的啊,他们,啊,因为他们每天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做了网红嘛,他要做节目的时候,他不可能每天都红的啊 花五百日红,你今天是红了,那你明天呢,那后天呢 那你的节目不,你要是你不继续去改进的话呢 那你慢慢慢慢的,那你的节目没人看了 那你,你的网红,你那个压力更大 因为你本来已经等于是,就我打个比方啊,等于是一千万的附庸 那突然变成一个虫光大,那你的心里你能够受掉 那,那种压力呢,是比普通人,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大家要想到那个地方,其实他们的压力很大,是吧 呃,另外呢,我在收音机那里也听到了,其实呢,那个自媒体啊 那个,什么网红啊,之类的,跟都是媒体人 就像我现在,这个做自媒体来说 我也是算是一个自媒体的人啊,因为他 那,你说的东西都是在公众的东西产生一种一定的影响嘛 当然现在你点击率不高,可能影响不怎么大 但要是一旦你,呃,你的,多人去看你的时候 那你所讲的话来说呢,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时候 是,是很大的,所以也是一种媒体的 呃,而且呢,也是当,当你拍视频,你要红了起来的时候呢 那,那,你要是这个自媒体,这晚饭的时候 不是啊,你要想啊,你的节目一定要给人看的时候 人家那个广告商呢,才会给广告你去,去卖 啊,你要是你没有广告商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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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你卖,卖些产品啊 那你,你,你就只在这里,啊,就白,白,白做这个东西 那,等于没收入了,是吧,没收入了,所以,所以,都是每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呢,不管是,你是做哪一类人啊 有人当总统,有人当公司经理,有人去打杂 有人去按摩,有人去做服务员,有人去做自媒体 这些都是一种工作,工作是不分什么性质的 当然,最取决于你,你就,要是,这份工作能够可以让你有收入 也能够说是,有收入,有稳定的收入 这个,这就是一种工作,一种工作来的,确实是一种工作 像我这样,刚刚拍了有半个月的,那这样是等于没收入的 所以,我刚开始做这些东西是没有收入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尝试这方面的自媒体的话 我一定要坚持,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 不可能说是,你马上去见晓了,你做什么事情一样的 比如,比如你啊,做老板的时候啊,要是他没有后台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都是从零开始去做的 比如啊,从打工仔啊,来累积,慢慢累积,第一桶金的时候 当你有了这桶金的时候,你才会去经营你的事业 经营你,你做老板,开始做老板 做老板的时候,你也要经过很多生意上的东西 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做大了,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按我现在说呢,就是万,什么,万丈高楼啊,是平地起的 是慢慢的一种,一种,一种飞跃的,你看 我今天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要也,今天我想我拍视频 现在是没有人看,但我还是继续的这样拍法 那我有,我有信心啊,但是不一定是一定要,我一定要成为网红 或者我是要去什么什么的,但是这种呢,就是当你要想拍的时候 你要想什么的话,你要坚持这个信念,坚持信念 我看见很多那些人拍的时候,他是做外卖的,送餐的 他送完餐之后,他就自己做视频了 这样做了一年,一两年之后呢,他就走上正轨了 很多都这样了,你不可能,像我这样做自媒体啊,不能够完全 还是要另外去干别的活之后,在这个就继续去做 一定要有信心,所以呢,我今天要分享的话 你要想做自媒体,想去拍视频,想爱好这种的视频的话呢 一定你就要坚持理念,不管怎么样 不管好不好看,你就要坚持,像我今天就这样 我还,早期我是做分享移民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呢,就开始分享那个,关于拍视频啊 自媒体这些,这些内容的分享 就是这半个月来了,我自己的经验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想拍视频的人 我提供这些一些东西 最主要呢,拍视频没什么东西的,就是要有信心 嗯,今天 今天 好